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车 师父我最后分享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新加坡的统修审能明赛 3月26日 观世音普达慈悲加持 让他起此回生 多一些时间消夜 经过观世音普达和师父的加持 加上大家的齐心协力 他已经放假万元 脱离六道了 师父您已经给他看了 他已经超脱六道了 在这个过程中 同兄们取了助力真的很大 心灵法门的佛友 佛情真的不虚 真的是一方有难八方之缘 无缘大慈 从其大悲 有广东的师兄 百里驱车帮助放生 佛友们每天轮流送餐到医院 有马来的师兄 驾车专程来看望 还有中医师的师兄 到医院里帮忙看着 而且入院的第一天起 直到往生 总共结缘了两千多张小房子 往生那天 很多佛友连续入念了八个小时 而且同修家人 在很短的时间里 收到了大量的小房子 有专门开车送到他家里的 还有从中国游击过来的 师父曾经说过 真正有难的时候 都是佛友帮助我们 感恩心灵法门 让我们结下了如此之多的善缘 新加坡法会前 这位同修时常 欢欢睡 手种脚种 连功课都无法做 对死亡感到恐惧 不敢面对现实 法会期间 师父虽然辛苦 但还是百忙之中 抽筑时间 加持他 师父一眼看出他 内心的恐惧 师父告诉他 不要看 害怕 当时请观世音普达 加持 并打了一束七彩光 在他身上 加持后达两个星期 作为同修 精神焕发 身上水肿也消退了 每天可以念到一张半小房子 最重要的是 他好像突然觉悟了 放下了人间很多的缘分 最后往生时 已经看破生死 师父说 善同修 往生愿力很大 如果没有观世音普达的加持 他也不会这么快 放下人间的一切 也不会在 临终时发出很大的愿力 精灵法门 真是不修 一是修成 不是梦 新加坡的所有 新加坡共修祖 所有们 非常感恩师父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他的姐姐啊 他的姐姐看到他 就是到他梦里来 直接告诉他 你们可以想房子 不要念了 我已经超脱六兆了 哎呀 这个你还不知道吧 然后有同修看见他 已经身上重新的 就是说重新投胎 身上全部黄光金光上去了 结果师父后来这两天给他看了 已经超脱六兆了 已经超脱六兆了 师父真的是多亏了您和观世音普达的 没有没有 我都很感谢那个新加坡的佛友 他们那些佛友真的很 很纯洁 他们真的 他们真的是 哎呀讲到他就掉眼泪 他们这些新加坡的这些孩子真的很可爱 他们就是真的像自己家里人一样 他们最主要问题就是 他为什么能够最后走到他天上去 就是说他完全最后的意念完全放下了 而且他在人间吃苦的那一些苦难 就是已经在消他的在人间的那些灾了 消完了他就走掉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真的 感恩师父的起立开设 ident